波文老师 我相信你离开中国已经有一段时间 看到这个画面应该感触良多 来 波文老师 这次发生在中国河南省郑州市 和河南省其他地方的这场大水 洪水 是天灾 更是人祸 中共当局神吹 谎称 说是千年未遇的暴雨 也就是从元朝算起 还说五千年未遇的暴雨 那要从夏商州算起 这显然是夸大其实没人相信 其实主要是除了暴雨之外 他有这个常庄水库泄洪 但是没有通知民众 没有预警 上午十点半就泄洪 到了半夜才通知民众 那么14个小时没有预警 民众走壁不及 大量的车辆 大量的房屋 大量的人员被淹 最重要的是地铁线没有停止运行 5号地铁线被淹惨重 所以这完全是一场不折不可的人祸 第二个 死伤惨重 中共隐瞒死亡数字 中共公布什么25人死亡 或者是这一类的数字 但是实际上大量的人死亡 不仅郑州市大量的死亡 像5号地铁线 中共政府不作为 都是民间在自救 它有一个作为 那就是让封锁 网信办和网警去封锁民众的信息 5号地铁线的乘客 内外不能够 里面的人不能出来 外面的人不能进去 水都淹到靠胸口 他们在发最后的信息 但是中共的网警办 专门在微信微博上删出所有的信息 秒删 一发出来就删 一发出来就删 所以是为了维护稳定 绝不让这些丑闻 这些视频的危险的视频 传到网上 所以5号地铁线 不知道有多少郑州市民死亡 而更重要的是 除了郑州的惨况以外 周围的现实情况更惨 因为周围都是农村 房屋低矮 那么这个洪水的一屑白里 一屑千里之后 那些农村都完全被淹没 房屋没顶 那些村都是留下的老人孩子 一个村一千人算 整个村庄都被淹没了 大家就会问 那些老人和儿童去了哪里 他们不仅没有人救援他们 他们也完全没有自救的能力 所以这次死亡数字 恐怕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就在1975年 中共公布 荷兰大水是2.6万人死亡 但后来历史证明是23万人死亡 被历史上被世界上列为 人为技术实物的榜首 比苏联的诺尔切尔洛 核电站的泄露死亡的人数 还要多 还要惨重 那么这次事件的第三个特点 就是政府不作为 而习家军 习近平 有可能权利受到影响 因为河南省是由习家军把持 6月1号才调了一个省委书记 叫楼阳生 他原来是浙江习近平的旧部 后来当了山西省委书记 最近6月份调到河南当省委书记 他是预定明年20大进入政治局 当政治局委员 另外一个郑州市委书记 叫徐立毅 也是从杭州市委书记调过去 也是徐家军人物 习家军人物 那么这两个人把持郑州 把持河南 这是完全不作为 没有看到军队的调动 也没有看到武警的调动 也没有看到政府的出动 到很晚才出动 如果说民众是示威游行集会 是搞颜色革命 中共早就大举出动 千名武警 上万名的武警都会出动 军队都会出动 但是由于是洪水 所以大家都回避了 而习近平本人高高在上 在中南海只是发指示 根本不去前线 他号称叫下面的干部 要身先士足 靠前指挥 但是自己号称亲自指挥 亲自备暑 根本没有上前线 这是王沪宁给他出的收主意 所以一个政府已经失去了信誉 你去灾区和不去灾区都一样 都得不到好评 叫塔西陀原理 根据这个塔西陀原理 习近平上任以来 就逐渐的不仅 习近平本人不出动 政治局常委的其他高层 也都不出动 我认为这场河南的洪水 就跟去年的大瘟疫一样 有可能挑战习近平的权力 有可能在明年的二十大 也要在相当程度上 损害习家军的权力基础 好 谢谢普温老师 的确现在民间已经开始质疑 官方企图要卸责 所以才会说 这场雨是千年一遇 甚至五千年一遇 那么疑似要把责任 都推给老天爷 当然了 也纷纷遭到了 气象专家的打脸 因为地铁多人在受困之后 央视当天晚上 只播出了德国的灾情 隔一天的人民日报 也对于郑州的水灾 只字未体 疑似这一切都是要粉饰太平